挑選喜歡的春年家具 由書法名家一一為民眾 寫下新春新希望 先遠菜民選結合立委羅美林服務處 舉辦民視揮好正春臉活動 除了讓民眾共同感受春節歡樂氣氛 也發揚我國傳統國粹 每年在過年的前夕 都會在服務處舉辦我們的春臉揮好 送給我們的出民家表 還有所有的好朋友 所有的支持者來這邊 然後看民眾想要什麼樣的一個賀詞 都可以跟他們說 當然我們也包括有畫圖的老師 就是希望讓大家有這種過年的一個氣氛 讓他們可以感受我們手寫春年 這種傳統記憶 也希望藉由這個方式 讓大家也可以對書法有興趣 如果有興趣的也可以 都來找我們老師報名 一起來學習書法 除舊不幸過好年 貼春年不僅為家中震添喜氣 並象徵新年新希望 老師鉛筆書寫 讓人格外賞心悅目 民眾欣賞書法 也能借集認識民俗及文字藝術之美 我們在客廳 我每天都穿穿穿越盛越盛越 比較有更細心 農年大吉四四城 還有迎春皆福千年順 又讓我們大家看老師的筆符 寫那個書法可以帶回家 中原里長離傳新長期推廣書法 積極申請經費開辦書法班 在書法老師許玉慧用心指導下 很多學員都變成書法高手 藉由參與春年會好活動 也提供學員一個展現學習成果的機會 中原里書法班這一班已經小有名氣 每一年的話我們到這個春節的期間 我們都到處飛好 就帶我們這一班的中原書法班 一方面訓練膽量 一方面就是能夠不怕生 他就會進步很快 他們也都很用心 有些學生的話還會寫一寫 就LINE給我 有看改進的地方我就會LINE給他們看 學生用心老師也用心 所以才會進步 紅色春聯隨風飄揚 來此的民眾各個是滿載而歸 手寫的春聯比起市售印刷的春聯 不僅增添年節氣氛 更有象徵豪彩頭寓意 讓大家都能夠除舊不新迎接新年 記者洪一輪草屯采訪報導